中文字幕 李宗盛 剛調整的東西是什麼東西 我的手 我手要低一點 然後我的手就會高一點 因為我之前就是太高 都往後 然後肩膀都往內 然後身體去大 所以就要腳跟手低 然後修得往前 但是下半天就大 這次就沒有打 我只有兩大麥 通常會踢不打 我去大陸進去中文 難怪人家在大聯盟 這給我打的可能 只有 有不起救出 因為我們前幾天得知 玉成他也飛過來美國 來做一些自主訓練 那我也請玉成幫我去詢問他的教練說 能不能拍攝 因為我覺得這非常有分享的價值 那這位教練 他有培養出非常多的大聯盟選手 那我覺得說要帶給大家來看一下 大聯盟選手他是如何訓練 那他用什麼樣的器材訓練 他在什麼環境訓練 他用什麼方式去訓練 這位是玉成的打擊教練 你看他有教出非常多非常優秀的選手 這裡有非常多大聯盟選手來這裡做訓練 而且他們這裡有的儀器就是HITCHESS 現在的科學化訓練 這是必備的東西 這裡有很多的大聯盟選手 也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這位教練非常的知名 也非常有門利 所以玉成還會來這裡做一些調整 之後他再打完每一顆球 他會透過這個儀下 來看看他自己的缺點在哪裡 他哪裡做得好 在這個後面還有一個大聯盟選手 會提供給教練的選手 就即時馬上看到他們的動作 所以我們在看到玉成以及教練 打完一顆球都會來看影像分析 所以基本上我們現在目前所得知的就是 還是一樣最基礎就是剃作 所以我們之前一直講的 看錯學講 不管你在多高層級 剛開始一定就是剃作為第一個項目 剛調整的你是什麼東西 就是手 我手要弄得低一點 然後我的那個手就要高一點 因為我之前就是太高 都往後 都往這裡 然後肩膀都往內 然後用身體去帶 就不要 所以就在腳跟手低 然後修得往前 然後下半天去帶 讓後手的手肘打開 然後保持 然後保持 夾那個球 保持身體平起 不要去帶那個球 肩膀不要往內旋轉 保持面對球 那你之前都怎麼樣 之前都這樣子 會旋轉 前面肩膀會旋轉 然後球也看不清 要打那個球 我肩膀會先開這樣 所以我手會這樣 會往外 所以內腳球都打不好 慢慢調整越來越好 剛剛有詢問了這位教練 因為我剛剛是想說 我父輩來跟他學習 他卻跟我說 如果我是因為要拍影片 來讓我們這些年輕球員 有一個學習的方式 他不跟我說這樣 我還是覺得說 因為這是他的專業 你必須選擇天空專業 他踢又多 我只有兩大麥克風 他本來就是踢又多 他其實都沒有 難怪人家在大圓盟 這給我打的可能只有 有幾教練 教練你剛剛來調整育程 他說他的寬啊 旋轉的太慢 順序應該是他先走 但是 因為他原本說是下面可以先走 就是說他是 這也太慢 真的是這樣走 這還在圓盟 最後才出 但是應該是寬先走 寬先走 在中間 那再幫他調整這個 那所以剛剛教練有說 這個不適合小孩子 小孩子你跟他講這個太細密 適合這種等級的選手 他在跟他溝通 他才會比較懂 這是很小很小的細節 就順序的問題 基礎上我們在跟同學朋友們講解 都是說 從下半身 一直在講 順序是從 搖滴板 旋轉 上來 法律 但是在跟細微的說是 寬先走 寬的力量要先有 他才帶動下面 才帶動上半身 那這個是更高階的 一個訓練方式 怎麼說音才失教 因為教練講呢 你必須讓選手懂 也要因你選手的等級 而來做一些些變化 這已經調整過後 因為剛剛調整前 你不拿星巴克 我們之前一直在跟大家說 從下半身發力 我們為什麼會這樣說 其實是為了 讓大家更可以明確的了解 就是說 是從 腳底板 傳DVM上來 但是在更高階的選手來說 是有寬先 會不罰你 在看我們頻道的傳動朋友 大家普遍都是 業餘選手 喜歡棒球 所以 必須用這樣的方式 來表達讓你們知道 這個是更細微的調整 我們現在看到他這裡有一些 比較特殊的球棒 這會彈耶 這是怎樣 甩棒頭 超重的 他有一些加重棒 還有一些特殊的訓練用球棒 蠻喜歡這個 這個 它下面很重 喔 這個用度就下半身用力了 手很重 對 你就會用 手很重 因為他太重了 他太重了 有辦法使手很低 弄下半身把球棒帶出來 現在看到這兩隻最特別 這是這個彈 這是彈的球棒 那這一次是 比較重的球棒 尤其他重量都在下半 那它可以幫助到 你的旋轉 不要讓手優先第一次 這個不錯對不對 啊這是幹嘛的啊 應該是兩個那個 腳跨步啊 然後不要踩前面 我剛說美國的訓練 拿這個打 單手 對那再來就是這支細的 這支細的應該是讓你 可以更準確去擊到球 應該是 你在幹嘛 到底在幹嘛 今天我覺得 不要小看這個倉庫 這個倉庫導致說 它沒有我們想像中的這麼大 但是這裡面 這位教練 這位教練 他帶過非常多的大聯盟選手 既然有這麼多大聯盟選手 會來找他訓練 就是有他厲害的地方 可是我們剛剛也跟他協調 看有沒有辦法 他來訓練我 那同時我 學會如何當一位選手 之外 我也想學習如何當一個教練 其實我從今天 一直在旁邊默默觀察 他是如何訓練育程 基本上 還是那幾個要點 就是他不會讓他打太多 不管是好的壞的 他這裡有一個更大的優勢 是到這個擊球 他可以隨時隨地 讓選手知道他哪裡錯誤 哪裡好 那再來就是 我覺得有這個影像分析 對於選手來說是好的 不管是大選手 還是小朋友 這是個盲點 教練在講 我不知道教練在說什麼 但是如果有影像的話 教練就可以直接跟他說 按你的手怎麼樣 你的腳怎麼樣 這個時候我希望你的寬度更快一點 那你做的是怎麼樣 我希望你做成怎麼樣 那今天育成他的訓練 當然最基礎就是 製作 像育成他今天就是 在修正他的內角球 因為他之前他的揮擊會是 好手在那裡 他會這樣子 過來 相對的就直接去影響到他的勢力 所以教練會希望他的肩膀是保持平行的狀態 當他的手有力量 所以他希望他的手手會往後做伸展 開 揮擊 並且保持他的肩膀的平行 我們剛剛可以看到 玉成在替座的訓練 他是訓練他這根內角高球 因為你只要一旋轉過來 這根內角高球 他會有什麼缺點 一旋轉過來 心裡四肩跑 你要如何去打這根內角高球 你肩膀一定先 又要先旋轉開來 一旋轉開來 對於你的揮棒 就不是最有質量的揮棒 所以製作 就是在用拋的 那第三個就是 發球機 玉成我剛剛了解 他已經來訓練一個禮拜多了 每天都有來這裡做 機球的訓練 那今天不是他的第一天 所以他就直接進入到發球機的狀態 因為他在台灣也有在做一些機組的訓練 再來就是一樣 美式教練的作風 鼓勵待機責備 他要講你的缺點之前 他一定先講你的優點 我覺得這個是 對於一位選手 他的心裡 最健全的一個方式 他在幹嘛 我現在在美國之間是這樣 你又亂開玩笑 回去放在你光頭 今天就是 我們到美國來參觀 這個訓練的環境 他會從各位教練身上 學習到一些 教學的 要理 以及方式 再來是他的器具 非常的不錯 你看 什麼啦